豐富的石油 讓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成為中東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但現在面臨減少化石燃料的轉型期 這個國家把眼光望向未來科技 2017年指派全世界第一位人工智慧部長 就能看見在這個領域發展的野心 我從來沒有認識一個 機械智慧教授 你是唯一的嗎 是的 我唯一的 你現在的AI總統會有一個空間 我不會覺得有人會喊 後面的聲音 根據這位人工部長預估 到了2031年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有高達14%的GDP 超過一千億美元 都跟人工智慧有關 我們需要考慮的是 我們使用這個技術 去修正的技術 例如我們可以使用AI 去減少池溶 確保每一間公升的工具 都能夠優移到最最高的 我們會理解到哪裡 我們要建造新移動 哪裡要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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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都會使用AI 人工智慧部長 積極推動AI的利用 但要達到這樣的成果 就要有大批相關人才投入 2019年成立 以現任總統 穆罕默德本札耶德為名的大學 因此誕生 成為全世界第一所 專門研究人工智慧的大學 目前學校有250名學生 第一批畢業生已經走出校園 成為阿聯在人工智慧發展上 重要的人才 這所AI學校強調 不只是理論科學 更多實際層面的應用 要把阿波達比推動 成為AI的研發應用中心 如果你看到Silicon Valley Silicon Valley 是一個最重要的結果 由阿波達比的最重要的學校 就是Stanford University 它是一個更多的學校 它是一個新興建築 這所AI大學 除了研究深度學習 尋找人工智慧的應用層面 還專注在醫療產業的結合 我們正在努力幫助醫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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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所AI大學 除了研究深度學習 尋找人工智慧的應用層面 還專注在醫療產業的結合 我們正在努力幫助醫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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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是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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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大學校長強調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幾年的時間 但跟像是麻省理工學院等知名學府相比 這所人工智慧學校 擁有更豐富的資源 在專注在AI的學校 給了中央的國家 有一個大型的優勢 在跟這些大型的優勢 為什麼? 因為AI是新的學習 不像其他學校 已經做了一百年 建立了一個大堵 新的經濟 其實有些不存在的優勢 例如有些不存在 這裡有一個大量的需求 在這裡 也有一個很接觸的 新的技術 這裡有一個大量的資源 可以投資 獨拜以及阿富達比 都立拼要成為AI智慧城市 準備把人工智慧廣泛應用在不同的領域 包括公共建設還有教育 都利用包括Chat GPT等人工智慧軟體展開升級 大膽展開測試 準備成為中東地區AI產業的領頭羊 TVN新聞綜合報導